好,在10點2我們要為大家介紹的就是所謂的 independent跟within group的一個實驗設計 independent group就是所謂的組間的設計 within group就是所謂的組內的設計 那我們先來看看這個independent group的設計 那在開始之前呢 我們想帶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區分 所謂的independent或者是between group的實驗設計 就是每一組它只會在其中一個情境 那例如說我們今天如果想要去比較吃中的容器跟吃大的容器 到底哪一個容器大家會吃比較多的義大利麵的時候呢 那如果我是用一個independent group的設計 就是我會把所有的受制者分成兩半 有一半的受制者用中型的容器 有一半的受制者用大型的容器來吃義大利麵 那這樣的就是所謂的independent group的設計 那如果是within group的設計呢 就是每一個人都會經歷所有的情境 那像剛剛這個義大利麵的例子 那今天我們就不會把受制者分群了 然後我們會讓所有的人都用中的容器吃一次 也都用大的容器吃一次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within group的設計 那在independent group的設計當中呢 有幾種做法 第一種做法是我們只做post test 也就是今天實驗參與者來了之後呢 我們會把它隨機分配 那這個看我們的字變相有幾個水準 那我們就分成幾組 如果有兩個水準我們就分成兩組 有三個水準我們就分成三組 那隨機分配之後呢 那我們就去加諸我們所操弄的變相 然後去測量這個義變相的改變 譬如說用義大利麵的這個例子 我們就會讓他們用不同大小的容器來吃義大利麵 然後我們去測量他吃的麵的多寡 那這樣的研究其實在很多時候都被採用 因為我們認為這些實驗參與者 他們在一開始的這個狀態是沒有差異的 那當你樣本數很大的時候 可能可以這樣假設 因為德語人之間的個別差異可能被淡化了 但是在一些研究當中你可能就要非常小心 譬如說你可能在意一個訓練的成效 他們會先做一個隨機分配 然後他們會先做一次的前測 然後我們會加諸我們的操弄 那再做一次後測 我們主要看的是他前後測之間的差異 那這個做法比起剛剛只有post test的做法又好一點了 因為我們至少知道這些人在一開始的狀態是什麼樣子 那而且我們是去看改變量 所以就比較不會受到他一開始狀態的影響 那當然也不是完全不會 我們在之後的章節會去針對這個部分做介紹 所以今天若你做的這個研究呢 是想要看到學習成效啊 或者是一些改變的話 那建議你最好是要有前後測 然後以確保這個成果不是因為來自於一開始他們的個別差異所造成的 那可是呢 用這樣的一個做法也有一個缺點 就是如果今天你的這個測驗是有很強練習效果的 那收視者可能在第二次做的時候就會有很明顯的一個改變 那這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情 所以雖然我們認為有pre test可能比起只用post test來的好 但是也要看你今天所測量的那個指標是不是有某種特性 如果他不適合重複被施測的話 那你也不適合用這樣的一個工具 好那 談完了這個independent組間的一個設計 我們來看組內的一個設計 組內的設計呢 大家還記得的話 就是每一個人要經歷所有的這個水準 讀邊上的所有水準 那你可以是在同一個時間所謂的concurrent measure 同一個時間接觸 例如說這裡他們想要知道大家究竟喜歡 比較喜歡看男性的臉還是看女性的臉 那我們就可以用這樣的一個同時間呈現 看他看哪一個看比較久 來當做一個指標 那不過呢在多數研究其實比較少採用這樣的做法 比較常的做法是我們會讓不同情境在不同時間點出現 然後去看 所以在這樣的情境中 我們會重複的去測量異變相的一個改變 所以呢 這樣的一個設計 我們通常會教他是重複量數的設計 我們會先去看第一個水準下受視者這個異變相的改變 再去看第二個水準下這個異變相的改變 那這裡就會有一個大家大概也可以想到 就是今天我們用實驗差異者內的設計 他有一個很大的優點 就是他排除了個別差異造成的一個影響 而且他也節省了受視者 因為他只需要一點點的受視者 但是他也是有缺點的 他的缺點在哪裡啊 最大的缺點就是所謂的順序效應 因為每一個人要做好幾個水準 如果你的實驗情境有四個水準 他就要做四次 那會不會有很強的練習效果 越做越好 還是說反過來會有一個所謂的疲勞效果 做到最後完全不行了 那這兩個練習跟疲勞效果倒還可以接受 可是呢 如果今天先做某一個 會影響到另外一個水準的天達 也就是有所謂的千代效應的話 就不太好了 因為先做A再做B的人 跟先做B再做A的人 他們那個在B上面的展現 就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形式 所以當你今天在做這個重複量數的設計的時候 就是組內 然後又是每個人做很多次的時候 你要很小心這個carry over的效果 不然就會很麻煩 那為了要排除這個順序的效應呢 我們會做一個所謂的對抗平和counterbalance的設計 譬如說在上面我們可以 這裡例子我們可以看到 上面這一組呢 他是先跟自己的小孩去互動 再去跟別的小孩互動 在下面這組先跟別的小孩互動 再跟自己的小孩互動 那因為這只有兩個情境 所以你把兩個水準都排出來了 就是一個所謂的一個完整的對抗平衡 那可是有的時候 如果你的讀邊向有很多個水準 譬如說有三個水準的時候 如果要把所有情境都列出來 就會是三階層 等於有六種 那這個也還可以接受 可是如果有四個水準 這樣四階層就是多少 是24 24個情境都要放進去嗎 那就會有一些困難了 所以呢我們就衍生出一些做法 就是所謂的partial counterbalance partial counterbalance 最重要的兩個原則 第一個就是 每一個水準呢 或情境 他會出現在序列位置中一次 就是序列中每一個位置都出現一次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 這些水準之間呢 他們出現在別人前面跟後面的機率是 一樣多的 就是緊鄰著出現 例如說A B跟 B A 那這個A直接出現在B前面 或A出現在B後面的次數是一樣多的 那就可以了 那這裡下面這一頁就是列出一個公式 帶大家怎麼樣去做出所謂的一個 partial counterbalance 我們叫他拉丁方格 那這裡的例子呢 就是說 看你有幾個水準 那個N就代表水準數 那我們這裡列出來的是完整的四個 如果你這讀變相四個水準的時候 你會有哪幾種不同的排序 就是1423 然後接著都加1 那4加1已經超過了嘛 所以就會退回到1 所以第二種情境就是2134 然後32414312 以此類推 可是呢 如果今天你是基數的 水準數的數目是基數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這樣做囉 你就必須 他基數假設有三個水準 他你所有需要的情境就是3乘以2 就是要6個 那如果是5個水準的時候 就是5乘以2是10個 所以這樣子 比起用for完整的counterbalance 還是比較可行的 那他的會怎麼樣產生呢 所以譬如說三個的時候 就是1 3 2 然後2 1 3 跟3 1 2 然後我們就會把它倒過來寫 因為1 3 2 我們就會從2 3 1 開始 又有另外的一個情境排序 然後都一樣用加1的方式 所以總共會有6個 那大家可以練習看看 怎麼樣去做一個 拉丁方格的一個對抗平衡 那這個 為什麼要有這樣的繁複的設計 就是為了要排除 因為實驗參與者內設計 收視者會重複接受到 這個不同水準而造成的練習 或疲勞效果 或千代效應的影響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介紹到這裡